Lotson大会 这段时间我去了韩国首尔 去参加世界性基督教大会 Lotson大会 这个大会每十年举行一次 现在是第四届 这个大会里面当然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冲击 就是我看到羊基督教 有非常多不同国籍的人 来到不同的教会领袖 跟他们会面和我们谈谈 因为平日我们接触的所谓教会人士 主流好像都是西方人 跟我们接触的都是中国人为主 但是这个大会里面 我们看到有很多都是黑人 有很多是南美洲人 有西班牙裔人 甚至是东欧 好像科索玉人 我以前没见过科索玉人 第一次见过他的教会人士 当然也有印度人 在亚洲里面 有新加坡人 有尼泊尔人 有各式各样不同地方来的人 都有他的文化特质 有他们不同口音的英文 还有他们共同的一种 我们在基督里面经历的 各种平安喜乐 这个是很独特的 基督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会发现你信仰他之后 你所经历到那种 内心的和上帝一起的喜乐 在全世界你遇到基督徒 都是有一样的喜乐 有一样的经历 虽然文化表达不同 语言不同 大家遭遇他的困难度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 是合为一体 这个是基督教的特质 就是他有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这个信仰是因为 大家都共同经历到上帝 虽然是不同的文化 但是大家都能够就在一起 这种是因着不同的文化 本来人类有很多的冲突 有很多的对立 但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基督 我们人类的一个共通的经历 就是在上帝无尽的爱里面 我们经历到宇宙的真理 就是一个爱的真理 而不是一个强调 大家不同 大家对立、斗争 或者去踩下他人 让自己成功 那种不是那种 人一般的现实斗争的道理 我们经历的是一个 在基督里面的真理的世界 当我们经历过真理的世界的时期 我们会知道 宇宙终极的是一个慈悲人爱的主 这个慈悲人爱是一个天地的恩情 宇宙的亲情 是我们的父亲 就是为天父 经过这个我们跟天父接触的值 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够跟天父接触 因为上帝是三位体 他一方面是有天父 但是他也是有圣子基督那种的圣情 也有圣灵的圣情 圣子基督的特殊的慧格就是 他来到人间 经历人类的悲欢离合 以至要通过承受人间的痛苦和罪恶 将我们的痛苦和罪恶虚除 带给我们内在的根深 这种的确是一种奇特的经验 因为不同一般的宗教和哲学 因为很多宗教都有修养功夫 修养功夫也有他修养达致的境界 或者得着 哲学很多的讨论人生 宇宙的道理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特别 就是我们接触到一种宇宙性的亲情 就是我们从天父来的 我们知道宇宙终极的真理 是一个慈悲人外 而且还是一个亲情性的真理 而我们的通道 就是因为他曾经来过人间 就是道成为肉身 以至于我们找到一条通道 是可以跟宇宙终极的真理有接触 你接触过之后 你的人就会不同了 你会经历罪的射灭 得到很大的喜乐 但是生命重新生一次 就是新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做人做事 就跟普通的现实世界里面 就会有点不同了 他跟其他宗教的形式不同 其他宗教也有很伟大的哲理 文化、修养功夫、人生境界 但是他没有一个跟上帝 很亲密交往的内在神奇的经验 通常的经验就是 你遇到另外一个无尽的荣耀和慈爱的真理 在我们里面 是带来我们里面的更新与改变 而这是一个人和宇宙无尽的慈爱 感通 互相感应、互相沟通 带来的一种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提升 和转化的后果 所以 几乎教虽然说的 伦理、道德、人生哲理、人生境界 或者他的哲学 也有很多跟其他宗教有相当的地方 但是 那个恩酌、认识上帝 而重生得救 他是一个几乎教达友的经验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其中在洛桑会议 我看到一个巴勒斯坦人 这个巴勒斯坦人 我认识他 我以前以杀兰和基督教达友 他是巴勒斯坦的领袖 但是他是基督徒 不要以为所有巴勒斯坦人 都是伊斯坦教 原来在巴勒斯坦这一带 有很多人信基督教 是巴勒斯坦人 不是其他国族的人 他原本也是信害教 但伊斯坦教 就是强迫了他们 很多人信了伊斯坦教 但是这群人 是没有信到伊斯坦教 仍然信基督 当然他们受过不少迫害 或者少少对他们的压制等等 他们很多经历过 但是他们坚持 他们接受耶稣基督 而不是接受伊斯坦教 这个人叫Jack Sarah 这个人 他是男人 不是Sara 而是Sara 他是杨洋萨的一个领袖 一个基督教的领袖 他又来香港说过 特别是当以色列 打巴勒斯坦人的时期 或者在加沙 那些很多人被杀的时期 他也来香港 向香港人投助过 因为他们不要以为 以色列代表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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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以为巴勒斯坦 一定是代表伊斯坦教 因为巴勒斯坦 里面也有很多基督徒 特别是在巴勒斯坦一带 特别是在巴勒斯坦一带 也有不少基督徒 所以他居住于约旦河西岸 但是他说当加沙地带 也有基督徒的那些加沙人 当以色列军斩时 连他们古老的教堂都炸烂了 也有炸死的人 也有很多 除了以色列教徒 也有很多基督徒 他们经历很残暴的情况 而且他们的教会 也受到很大的毁灭 现在以色列是跟另外一边 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打 但是他们在西岸 对很多教会有毁灭性的攻击 所以杰兽在一个小组里面 去分享到他们经历的困难 他说其实很多国家表面 就说他是民主的 就是硬货币 他是民主 但是软件其实就是Overtarianism 就是说是威权主义 比如以色列说是民主国家 但是他其实是很独裁 很威权主义 美国一样 他们也经历过美国 通过以色列带来 对他们的残暴对待 他们也知道 美国根本不是民主国家 对形成一个Hardware 表面的制度 好像民主有选举 但是实际后面有一个控制的力量 那个Overtarianism 是一种的威权主义 因为今天真正控制美国的 不是谁做总统 而是他后面的各种集团 那些叫Deep State 一般称之为是一个深层政府 包括军火商 华尔街的经济 而且也认为各种金钱的企业的势力 犹太人的势力 再加上 是请一帮学者帮他们写东西 说到他们很合理的 另外就是军人的势力 货币的势力控制世界 这就是所谓Deep State 而巴勒斯坦人 杰克萨拉 他也特别提到 今天这些第三世界的 或者南方世界的国家 最有很多困难 而且因着各种战争在中东 不是以色列 美国北约曾经去灭了尼比亚 又打过敘利亚 这些令到很多人逃亡 要跨过路海 去到欧洲 有些去土耳其 有很多难民 这就是今天 骁徒要面对的 有很多大英姊妹 这些逃亡的 敘利亚人很多上基督教 不要以为他们 全部以色列的教徒 他们遭遇的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帮他们呢? 他说有很多国家 说他是很容忍的 例如美国、西方 但是他这个 Fick Torrance 是一种虚假的容忍 因为在那些地方 譬如说 你要讨论同性戀 或者变性人 这些问题基本上 没有什么自由 去表达你不同意的 你一定要同意 这种不是真正的容忍 当然还有是 变性人的问题 这些 除了这一带 也有 当那些激进的 伊斯兰教徒 打到来的时候 又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因为他强迫一些妇女 不让她读书 或把一些骁徒的子女 捉了她 逼她去信伊斯兰教 逼她受可难经的教育等等 等等 而且他们说 也是受到很多监视 监视 比如以色列的监视 基本上是美国带来的 科技 而且那些科技 近期 尤其是 尼巴勒 用传呼机 或者用对港机 就可以炸死很多人 都是令人 非常的惊讶 所以我在那个小组 就是 叫我讨论 我在那个小组 就是七个人 那里面 就是一个科索欲的人 特别是欧洲来的 白人 但是他不是 传统建的 那些 就是西方主流的白人 是东欧的白人 而且另外 有两个非洲人 其中一个属于美国的 一个是尼日利亚 真是非洲 还有印度人 还有一个是美国人 但是那些美国人 不是平日 你见到政治上 那些美国人 他是一种有爱心 几乎的那种美国人 其实很多美国人 是好人 很多很有爱心 就是和政治上 那种凶狠的美国 是另一回事 但是每个人 都在面对他们 国家的问题 每个人都要 讲讲他们遭遇的问题 那我再说一件事 雖然我也是加拿大人 我也是中国人 但是我进了中国 也有三十年 那我分享中国的经验 在西方经常说 中国是压制基督教 但如果我看回 各种压制的资料 印度人压制基督教 真的烧了基督徒屋 杀他们 整个教堂摧毁 那些 伊朗也是捉了很多基督 但是今天中国 没有做这种 我觉得中国 其实是一个行政本利方式 如果你是合法 他就让你 任你讲教的内容 但是如果你做一个 不合法的教会 没有登记 不肯让政府管治 他就会对你有手段 去处理你的 处理的时候 有他的强患性的时期 你说他迫害 实际上是一个行政处理的 法律问题 而不是意识形态上 反对基督教 那就是 但是 我们也挺好的 入到中国 我们也有很多交流交往 但是交流交往里面 我们用合法的方式 还有我们有爱心去对他们 包括我们帮助中国 处理很多贫困的儿堂 这些问题 其实他们对我们很好 因为他觉得 你们的基督徒 是真的有爱心 帮助我们的窮人 他是很尊敬的 但是 用爱去对他们 他是很尊敬的 因为基督教的爱 不是一般是爱国的那种爱 当然 包括我们也是爱国的 但是 因为基督的无条件外 我们去帮助中国 也有三十年 三十年里面 我发觉中国对基督教 他要行政管理 就是你不听行政管理的 他是严厉的 但是你合乎行政管理 他任你全福音 什么都给 而他常常说 基督徒也是人民 我们都要给人民基本权利 所以 他说的中国自由 他基本上 合法之下 他完全给 但是非法 他就会不给 这个就是中国式的处理 但是他是行政管理问题 他就不是一个 是好像印度教 就是要 烧了基督徒的村 伊斯兰教也有些是这样做的 印度教 就是我们看到 影片都拍了 在我们大会里面 他把整个教堂 整个村烧 把圣经都烧了 把人捉了 当然伊斯兰教 也有 比伊朗 也是很厉害的 他们基本上 是以基督教是一个敌对的宗教 所以他是有压迫的 又跟中国为了行政管理行动 而美国呢 基督教面对的 就是美国为了选票问题 那些政客 有时是要支持那些 就是反对家庭的议案 或者反对人正常婚姻的议案 那些做法 他又对基督教 是不让你提不同的意见的 你一定强迫你要接受 他们定了的 那些对变性人 同性婚姻 这些 他就强迫你 是没有同意的自由的了 那些都是 就是说 他们也讨论到 其实全球 是最多 受到压迫的宗教 是基督教的 所以大家都希望 尋求一个真正的 自由崇拜的机会 我觉得我们追求公义 是我们面对一个不公义的世界 你现在才知道 都是他们说的 这些是巴勒斯坦人说的 你现在才知道 行公义 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就是你先是好联敏 全谦卑的心意 上主同行 然后再去行公义 是用爱去将公义走出来 就是争取更大公义的可能性 但是通过 不是用一种暴力斗争的方式 是达至这样才符合基督的要求